工地金魂在台中有名83岁的流星阿嬤 日前到住家附近的公园散步 没有想到误闯进人行道施工的工地内 还不小心跌入了坑洞当中 工人5点多下班没有注意工地内还有人 就将铁门直接上锁离开 阿嬤费了好一番功夫 好不容易从坑洞爬出来 才发现被锁在工地内 只好大声呼救 受困了两个小时 最后终于脱困 阿嬷你想去哪里过来 八十三岁的阿嬷受困在工地内 阿嬷还说她有心脏病 袁警一听一刻也不敢耽搁 但没有钥匙 袁警只好一边安抚阿嬷的情绪 一边赶快联络工地的人员来开门 要心中穿的惊喜 没关系 我待会看到有电话会跟手上讲 原来阿嬷家住在附近 傍晚四点多要去公园散步 虽然有看到人行道在施工 但她以为和公园有相通 所以才误闯进工地内 但却不慎跌入坑洞中 阿嬷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爬了出来 没想到还没完阿嬷以为脱困了 殊不知工人五点多下班前 没有注意工地内还有人 就将铁门上锁后离开 阿嬷就这样被锁在工地内 他明明知道人家在工作 你进去里面干嘛 也做了这个门禁 他很直觉的就是不会有人进来 可能这个部分或许是工人要加强 幸好阿嬷不断大声呼救 路过的骑士发现帮忙报警 在警方的协助下 阿嬷顺利平安脱困 结束至两个小时的受困惊魂 接下来王生炫台中报道